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南海谈判在即,美日撒尔多国上沟,想逼迫中国让步。 第一军情作者,天路克。 美国智库一名专家,曾做出这样的预测,南海问题外交突破的可能性不大,他援引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干事鲍林的话称,在中国准备在这一有争议海域进行新一轮扩张之际,美国是时候应公开声明,其保护东南亚传统盟友的决心和承诺,可靠地遏制中国使用武力。 根据鲍林的说法,中国和东盟在短时间内制定出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可能性非常小,他甚至叫肖称,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只相当于一纸空文。 实际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释放出来的善意,以及为南海和平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本身就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是不是一纸空文,主要取决于东盟某些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态度。 然而,从近期东南亚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来看,东盟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似乎正在朝着与中国所期待的反方向迈进,在美日等国的挑唆下,或将亲手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变成一纸空文。 即越南公开拉拢引渡进入南海,以及允许美国航母停靠其港口之后,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1月29日的报道,菲律宾空军和美国空军正在考虑举行双边训练,包括实弹演习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 此外,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与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长日前还举行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菲律宾与美国强大的军事关系,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菲律宾自渡特尔特上台之后,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尽管老杜一直坚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且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务实合作的态度。 然而,菲律宾国内包括军方在内的亲美利益集团,始终都在试图左右老杜的对华政策,而此次美菲两国高调宣称将加强军事合作,并且建制南海,似乎意味着老杜正在向美国以及国内的亲美利益集团做出某种妥协,准备在种非关系上踩刹车。 除了越南和菲律宾外,东盟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中一直保持低调的马来西亚,也开始跳出来闹腾了。 据环球网1月29日的消息称,日本海上保安厅与马来西亚海上警备部门29日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去年日本无常向马来西亚提供的二手巡逻铁也参与此次的联合演习。 此外,据日本东京新闻29日的报道称,日本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目的就是为了应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力量扩张。 美日两国本来就是蛇鼠一窝,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本身就是代表美国的态度。 尽管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并且在南海问题上也一直保持低调,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就会在南海利益问题上无动于众。 此次使用日本援助的二手巡逻铁参加与日本的联合演习。 除了拿人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还是受到近期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事务的影响,试图配合美国把南海的水搅浑,以便自身可以和越南一样从中获利。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一直对中国释放善意的新加坡,不但允许美军飞机在境内起飞监视南海,而且在不久前与印度签署了一项海军协议,强化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允许印度海军舰只进驻新加坡港口。 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在酝酿与澳大利亚举行所谓的东盟到澳大利亚峰会规划等等。 新加坡的这一系列以狼入室的举措,足以折射出其骨子里反华的本质。 尽管新加坡并非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但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的一举一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 这不得不引起中国的警惕,美国此次高调介入南海问题,让东南亚某些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似乎看到了希望。 因此,无论是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还是与南海问题毫无瓜葛的新加坡,在同一时间段纷纷以少有的热情投向美国的怀抱,绝非偶然的巧合。 而是与美日印澳针对中国的所谓四边形包围圈军事联盟有着很大的联系,鉴于中国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在即。 这些国家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利用域外势力的介入,通过配合美国对中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妄图迫使中国最终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中牺牲自身利益做出让步。 实际上,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其真正目的并非在为东南亚各国谋取利益,而是利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纷争,拉拢东南亚国家,加入围堵中国的阵营。 对此,中国外交部王部长就曾发出警告称,南海问题不需要与外国家指手画脚,作为外交部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强硬底气的后盾。 据国内知名期刊当代海军的公开报道称,2017年,中国海军南海舰对新舰入列继续保持下饺子的猛烈态势,一艘艘新型军舰驰骋在祖国美丽的南海,昂首时向大洋,有了强大的海军实力做后盾。 中国在与东盟某些国家,就南海问题的谈判中,绝不会因为美国的介入而牺牲自身利益做出任何妥协的,东盟某些国家指望利用美国势力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的企图,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实际上,中国自去年以来,就停止了在南海岛礁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本身就是对东盟释放中国希望南海和平的诚意,确保南海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 假如由于东盟某些国家的捣乱,导致南海行为准则和美国智库所预测的那样,成为一只空门,甚至重新引发南海主权争端的话,那么,文章开头亚洲海市透明倡议干使暴力所谓的中国正准备在争议海域,进行新一轮的扩张,极有可能会变为现实。 声明,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未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敬请配合。